今天分享一个小朋友很喜欢吃的黑椒猪扒 自己做的猪扒不单单嫩滑多汁 用新鲜的猪肉做 吃起身好味又放心 还未适业猪扒 记得收藏慢慢看 猪扒我喜欢用梅头肉 带少少脂肪肉质就松软很多 这块梅头肉就买了一斤半 拿回来软塔塔就没急着切 放冰箱冷冻两个钟 冻到表面有点硬身就可以 这样切出来完整又均匀 每一块切到大约5mm厚度 你看是不是很帥 再用刀背把两面都抖一抖 这样根件就会断裂 肉质就会更加松化 腌猪扒就直接用黑椒汁 加了天然的蔬果汁做香辛料 味道层次就更加丰满 死身就放心健康很多 重点是超简单方便 腌一斤半的猪扒放半包就OK 加了2茶匙生粉 半呎白洋葱将拌均匀 拌均匀再淋两圈花生油漿封煮 有时间不急着吃 最好放入冰箱腌一晚 急着开饭就最少腌1个钟入味 剩下半包黑椒汁加少许生粉和水 调起后等待用来煮汁 想吃好的猪扒就没急 可以中火慢慢煎 剁到薄的猪扒就很快熟 煎到两边金黄焦香的状态 猪扒的油分都慢慢逼出 最后把调好的黑椒汁倒入 煮到它收汁稠稠稠的状态 黑椒汁就充分包裹着猪扒 看到就流口水 装碟的时候煮得更好 出街买几十元一块的猪扒 在家几元就搞定 一口下去嫩滑多汁又不会黏牙 辣度适中 小朋友都可以吃 平时不多中吃猪肉的小朋友 就可以试试这样做 一点都不会输涉过外面的餐厅 我是小猫爸爸 记得准时吃饭点个赞